第四屆CDPA辯論錦標賽 最佳辯視 入圍的有 台北科技大學 王敬銘 大家好 對方便有今天的第一完全建築在 他方認為 課了正所稅之後 可以打擊短期交易 但我們發現 其實正所稅的性質 是你有所得就課稅 而不是看你交易的時間點 或時間量來課稅 所以我們發現 對方便有除了 他想要趕走的短期投資外 他連長期投資都趕走了 第一份實證資料 你的那份資料就沒有降低證交稅啊 對吧 你的那份資料沒有降低證交稅吧 所以 所以啊 什麼意思 降低 好沒關係 就是 您幫今天 來 王敬銘 在GDP的部分 來我們來看這份資料 他說世界的 王敬銘GDP是什麼 我幫不是很理解 王敬銘如果今天經濟發展超好 可是人民的幸福指數很低 您幫認為是利益嗎 呃 態度上的問題 您說 如果今天經濟發展超好 對超好 幸福指數有點低 對超低 是不是利益 對 您幫覺得好嗎 可是我幫想要問的是 幸福指數是什麼 可是我幫不知道 您一幫拿這份資料想要告訴什麼 好 假設這份資料是對的 對 他說投資股市的損益情形 好 這份資料是對的 好了 檢視大額投資人的平均獲利是1.2% 獲利是1.2% 對對對 其他類型的投資人 就是不是大額投資的投資人 投資報酬率皆為負值 剛沒有我想問的是 大額投資人是 說大額是嗎 對然後再 再他的這個大額投資人跟富人 是直接關係嗎 比較多投資 就是這邊你一方都是用推論嘛 所以 資料上面這樣寫讓我問完 檢視大額投資人 你拿的比較大筆的資金 去投資的人 我們姑且稱之他為大額投資人 好嗎 好啊 聽起來很奇怪 拿的很多錢的人 謝謝檢視大學 黃婉宜 我國線下前1%的富人 拿走了社會總體 32%的財富 而最窮的族群 卻只分到0.04%的財富 更有勝者 商業週刊就指出 10年來台灣GDP成長17.5% 近8成的員工實質薪資 卻不斷倒退 富裕人士的資產成長 卻佔台灣10分之一 此時不積極落實 落實租稅正義更待何時 我的意思是說 按民方深論的態度 我應該是連國家的概念都沒有 國家不需要提供人民任何東西 反正我有能力的人 我就教我的小孩沒有能力的人 幹嘛國家要提供你學校 你現在覺得教育好像有需要 政府的公營事業好像有需要 國家的需要到底到什麼程度 你現在有發現嗎 逢甲大學 他可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可是就中長期來講 他如果台灣股市是穩定的會更好 所以這個就是證所稅的影響嗎 意思是過去的情形 不能夠跟我們現在單推一種稅率的方式去類推 沒有 我不太明白 所以這個是證所稅的影響吧 那這過去宣告效果的影響 所以他就是證所稅的稅 我不管他是宣告效果還是什麼效果 還是 對 反正他就是證所稅造成的影響 今天正方告訴我們的概念是 我不想要被課兩個九塊錢 可是我可以接受我被課一個一百五十塊錢 我方認為這件事很不合理 如果人民會因為被課兩個九塊錢 而大量出走的話 一百五十塊錢應該出走得更嚴重吧 他們覺得證交稅維持會做到量能的目的 所以需要先進行 我的交易金額很高 跟我所得很高 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因為我有可能交易金額高 但我成本很高 所以我雖然賣的金額很高 但我當時買入也很多 可能只代表我賠的也很多 所以兩者之間完全目的就不相符 所以司法院4次第六九三號才出來解釋 為什麼當初司大把關會接受 證交稅附有部分的量能源 就是你寧法所說財政部新聞稿所說的那個資料 原因是因為那時候我雖然廢除證總稅 但我同時把證交稅從千分之三調到千分之六 所以調高金額之後 他才會得到有量能的那個結論 因為你在股票市場裡面你是一個投機 是一個風險 你根本不知道你進去是賺還是賠啊 所以你賺到的時候我們才可以稅啊 不是啊 那為什麼你賠的時候就不課稅 哪有天下哪有這麼好的 不是 你去買統一發票 不是你去買那個樂透財券 你中的時候 你還是被課20%的機會中獎券啊 你賠的時候大家也沒有還你錢啊 我不知道他不會賠啊 什麼買樂透欸 就是 就是你200塊就不見了啊 也有100塊了啊 好好我們待會再針對這個事情來說 你同樣現在是美國吧 美國有課稅 不是啊 沒有我要告訴你 台灣如果真的要跟他玩課稅跟資本市場這一招齁 我們會被美國管 會被大陸管 會被整個亞洲管 不課稅為什麼有助於這件事啊 不課稅有助於我們台灣去做無限量的發揮 例如 你說一直挑釁中共 不是 例如 對啊沒錯我們可以挑釁中共 我們再也不會 我們再也不會有什麼政治意識去阻擾我們 去控制我們 好我不想跟你搭在同一個國家 好我不想跟你搭在同一個國家 我可以搭在同一個國家 東武大學 曾厚恩 修 때� centralized 對方沒有這一個力amp 所有的力amp 沒有正常 不能夠 參選保障 謝謝各位 本儀 請 今天 對方 可是失業是什麼 失業是讓一個小孩 他的爸爸可能因此自殺 讓一個小孩他要上大學繼續生存的錢已經沒了 你是讓一些剛入社會的大學生要住更小更潮濕的雅房 你讓整體經濟減縮的時候 你們看到的面向只有股市 我方要看到的事情是這次數字以後所產生的社會問題 這些失業率還有經濟成長以下那些刺警小民的悲歌 這才是真的應該被重視 謝謝各位